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轮转天来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那么好啊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啦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元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医生你好 Hello Della你好 大家好 刚刚收到一篇文章 就是报道了 在国内新华社国际新闻编辑部 专特稿专线新闻彩编中心的主任 徐勇这位先生 就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突然之间在他的工作位置 去办公室里面 突然间就发现到去世 查出的原因就是 心机梗塞那些令到他突然间过世 享年只有56岁 所以在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 就引起他很多同行都觉得很远色 纷纷发扁很多文章去悼念他 余医生 其实这个心机梗塞这个 是不是人到中年的时候 然后就很容易发现到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都有认识的朋友 然后属人里面 或者家人 都是有出现过这些这样的问题 OK 但这篇文章 在中国很明显是流行得几多 因为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在上面 很多人是很早的 很早出现的 就是不是说 是 他通常是壮严的时间 不是说年纪很大 这位是五十多岁 五十六岁 是的 通常他们都是出现很多 在办公室突然之间出生 当然这些办公室出生 大部分都是心脏病 心脏病去得快很多 就算脑中风也好 通常你不会即时死 那你都可能进医院 你熬你一段时间才走 其实我也知道 我们认识高血压 糖尿病 食烟 高血脂 和冠心脏 家里有些家族 就是这个心境危险的因素 所以有遇上这类的情况的人 都要更加要小心 OK 那 是不是有些什么的 就是会不会有些什么的征兆呢 让我们可以早点留意到 发现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的问题呢 心脏病的问题 其实都挺头痛的 因为他很多时候说 心脏病的唯一第一个征兆就是心脏病法 就是你平时 不病法的时候就不好知道 好像没什么的 那当然第一次病法呢 有五波 就是五波你会存活到 是 所以很多时候你第一个征兆就是心脏病法 但当然了 我们都知道呢 有很多危险的因素 就是高度疲累了 OK 压力大了 熬了 OK 那所以呢 四十岁到六十岁的中青年的男士呢 都是身紧容易发病群来的 那从平时呢 努力劳动者呢 平时当然运动少啦 那如果一长时间呢 是高强度的努力活动 那也都容易发生心筋的 就是缺少运动 OK 那这些都是这样的 好了 那但是有没有征兆呢 其实都 有很多时候都会有的 那但是呢 那这篇文章就很好一下 那就採访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 内心科的主任 陈明教授 那在新华社的那个访问呢 就讲出 那要和大家分享 嗯 这些其实大家都很合用的了 那他有十二个心筋的征兆 就要小心了 OK 那一般人大家都想得到呢 就是说呢 心脏病發果的时候呢 就是心脏前驱痛 是 大汗淋漓 这个是典型的 是 是 典型的 那但是当然呢 当这个症状出现了呢 就是呢 你就当时是 就当时心脏病發了 是的 这个不是先兆 这个已经是你发心脏病了 嗯 好了 那其他方面呢 有些什么呢 就 平时啦 有时感觉呢 心口呢 好像被一些带是围绕着的 好像有些 有些膠带是 索住 索住 是一种薄促的感觉的 有些人会觉得呢 我一整天吐气好像 好像 即是吐不了那种 嗯 即是抗扎不了 就是抗扎不了 那这样的 那其实这个已经是 心肌紧的事兆之一 是 第二个呢 就是突然之间呢 商与突然之间会浓 哦 那为什么呢 他在临床上呢 亦都很出现过呢 是 那个听过下降的 有时呢 就两个耳朵突然汪汪声的 那当然呢 很多人就是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就去处理了 那结果呢 就发现呢 心臟是一个问题来的 那当心臟的症状搞定了之后呢 他耳朵的轟轟声 都是一个 就是都 都好翻的了 那就是呢 所以商与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的轟轟声 又是其中一个了 好了 第三个呢就是呢 牙痛 尤其是牙痛的部位呢 是确实是有些牙病出现的 那我们经常都说过呢 就是牙周病呢 是所有病的根源来的 就是所有病的根源呢 因为那个牙周病呢 那有所谓的经络 中有所谓的经络 那还有一个头昏了 高危群的人呢 经常头昏的 或者长期头昏的 那这个也是身感的征兆 好了 第五呢 这个征兆呢 就是脚底痛 OK 那么很多病患的人呢 都是有一种 脚底有一种 有针刺的一种痛的 那原来也是 心脚痛的一个表现 OK 虽然不多 但是呢 就是很多人都会有 就是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症状 嗯 那么大陆的心脚 心脚中的症状呢 就是那个肩掘骨呢 那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 说得到的 那就是好像自己 好像风湿那样的 随随地的痛 那原来呢 是和心血管的问题的 但是很多人都以为呢 就是我疲累而已 是啊 就是我疲累而已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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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人常有的问题来的 是啊 那他就认为这个 只不过是 平时少做运动啊 去做按摩啊 那但是呢 但是呢 突然呢 为什么你做极按摩都改善不到呢 啊 肌肉本身又不是觉得 很什么特别的 不不妥当 那这个其实原来呢 那根源呢 是心脏来的 好了 那第六呢 就是呢 左上肢没有力 左上肢下 左边的手 肩甲上肢那里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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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甲骨左右呢 那就成了一种很难受 那种酸痛啊 有些好像气力那样 武力那样 那样的 那原来发现呢 其实呢 这个原来都是心脊血这个问题 那第二八个呢 就是左腿酸麻脹痛 嗯 左腿酸麻脹痛 那原来这个呢 也都是有机会呢 都是呢 原来是心脏血管问题 那就是很多人当然了 会遇到这些问题 去做一些 按摩啊 拔冠啊 针灸啊 咦 那好像在做去都没有帮助呢 那原来这个问题的根源呢 就不是局部的肌肉的酸痛 其实呢 就是那个 心脏的血管的问题了 好了 第九呢 就是头痛了 那有些人呢 活动的时候 走路就会突然之间头痛的 那有些人的头呢 是脑后面那种痛的 嗯 那结果呢 发现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那个 又那个 那个 冠状的心脏的动物呢 是收窄了 那处理了之后呢 那就改善了了 好了 那还有第十个呢 就是突然之间呢 就会变得很难 个人很乏力啊 突然之间 什么都不想做啊 啊 整天不想动啊 只想睡觉啊 那这样 那其实这个也是 你的心肌缺血了 那就是你 你气血不足了 所以就没有了这种 这样的活力了 好了 那心緊的 事兆第十一呢 就是那个 土耳附近痛 OK 那这个就不是 那么多人的 那有些人呢 就是这样 譬如有时候 你走出去运动 运到痛之后呢 那痛呢 就不是心口痛 是个肚臍痛 嗯 就是 那奇怪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发现呢 不是说只是因为 天气寒冷啊 那个体温不够啊 这样的 原来发现呢 原来是心臟的 OK 所以那时候呢 你不要只想着心臟 胸口痛 才是 原来肚臍附近痛 都是其中一个原因来的 尤其是做好运动之后 OK 好了 那做第十二呢 就是眼睛是睁不开的 很怪的 那为什么只眼睛呢 眼睛是好像很疲惧的 睁不开呢 那原来发现呢 都是跟那个心臟病 那个心肌紧 那个血液不足有关的 OK 那这些是动先兆 是不是 就是不是当时出现的 那当然呢 如果我们听众 大家都发觉到 自己可能有些问题呢 那记住呢 要开始去 就是不要静 就是比如说 刚才说过 那十二种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经常性出现 你已经去处理到 都不是有改善的时候 其实可能就要再要去深入些 看那个心臟啊 那些的问题 是啊 原来真正的成因 是心臟的 好了 那大家也都知道呢 有些什么的 环境时刻呢 是容易引发心臟病呢 那些文章也都很好 有十个的 其中一个呢 就是愚翅 大便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呢 在大便的时候 就是不唱唇 就要谷的 大力谷的 但是一谷的时候呢 当然呢 内边的血压力 会上升的 那可以呢 甚至乎呢 升到你平时 躺下的一倍都会有的 那这种情况呢 会增加那个 心臟的负担呢 会引发心肌紧死的 那这个我自己都认识得有人 我认识的人呢 真的在厕所那里走了 OK 那这个呢 就是所谓呢 如果你自己知道自己下 有患心臟病的 中老年人呢 要小心呢 不要在大便的时候 拼命去谷 那如果真的有大便有问题呢 就是用适当的方法去處理它 那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益菌 超迷 烤素 和洗腸 那些 就是简轻它 如果你自己有这种的 就是大便呢 是很难拔的习惯 那就不要 不要在厕所谷 要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是 那还有一个危险的时间呢 就是 洗澡的时间 那知道呢 洗澡的时间呢 整个血管呢 就被一些水一次激 就会扩张的 OK 那也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浴室就是一个密室来的 是不是 通常都没有打开 就太张空的流通了 那也是脱氧的时候呢 是很容易引起大脑和心脏决血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一般 由于有冠心病的人 或者中老年人呢 都要小心呢 不要吃得太饱 或者太饿的时间 去洗澡的 那洗澡的时候呢 那个洗澡的温度呢 要適应相 要相关 就不可以吃得太长 那 那 最简单 最安全呢 就是 洗澡的时候呢 就不会一开头呢 就第一些时候呢 水就吐到那个头那里 那里 是是是 那所以 那这些时候呢 尽量呢 就由四肢开始 先呢 就吐到那里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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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才淋到那个头那里 那这也是一种 减低这个风险的方法 是 那走到这些风险的时间呢 就是酒食啦 大家知道啦 酒精会引起大脑兴奋啦 你的心跳加快啦 血液会升高啦 那这也引发了心律失常 那所以呢 对于这方面呢 就是大家要小心啦 就是这个要特别的时间 不要呢 就嘻嘻嘻嘻 太过过分的去行動 好了 那 那那走到危险的时间呢 那就是 打牌了 大家都聽過 亦都聽過 有人真的 喇叭的時候 突然之間很開心 很開心 很激動 突然之間就停了 沒有了 當然在這種激動 興奮的刺激之下 血壓會突然之間飄升 身路會增加 容易引發心肌脫血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危險的時刻 就是看電視 當然 通常都是電視劇情 令到你的情緒很緊激 要不就很驚嚇 要不就像剛才那樣 很開心 興奮 通常都是緊張的情緒 令到你加感神經的興奮 血壓就會自然升高 冠心臟動物的經聯 通常是經聯 不一定會失的 是一種血管的經聯 突然之間 令到血管 心肌就缺血 引發了心腳痛 心肌緊坐 所以 建議在電視機前 就不要只是報名看 超過半個小時 就不要坐在那裡 也都不要 睡前也不要太刺激 還有一個危險的地方 就是游水 你知道 游水池的溫度 通常都是不會有調教的 如果天氣 天氣是外面熱的 水溫都可以的 但是到冬天的時候 水溫相應是比較冷很多的 所以也很多時候 會引發血管的經聯 出現冠心臟動物的缺血 引發心肌緊死的 很多人建議在游泳之前 做一些所謂鍛煉去暖身的運動 很多游泳池 前面通常都有一些花灑 如果你可以在花灑那裡 才慢慢整個暖身體 先暖一下 不要突然走來這麼冷的水 當然 如果水溫真的太冷 你也要避免一下 我知道很多地方都會有暖水池 都會有 溶在水溫 水溫不只是室溫 是會加暖 香港也有 現在很多長者 還保持著每天早上去海灘 游泳水 這些可能要做足夠的熱身運動 才會下水 因為始終早上 晚上 黑的時候 水溫是慢慢揮發了 不像你說下午 正午的時候 下午起碼太陽曬下水 曬暖一點點 起碼表層的水 你會看到的 在冬天的時候 你游泳在上面的水是暖一點的 腳心綠是比較短的 這些都是大家要留意的 還有就是吸煙的時刻 吸煙當然會令到動物硬化 增加生機危機 所以有些人意識到 吸煙很明顯是對心臟病危害健康 所以我們盡量戒掉 好了 還有一個時間就是 早上起床那一刻 一起床 早上起床 那些人是從一些半休眠的狀態 蘇生 呼吸的心跳會加快 血液也會加速 容易令到老化的心腦血管破裂 或者黏囚的血液 是容易造成全失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叫做魔鬼時刻 早上起床的時候 最好就是在床上 四肢動一下它 慢慢起床 就不要太大聲 這樣紮紮起床 跳下去了 好了 還有一個危險的時刻 就是打鼻寒的時刻 其實打鼻寒的時刻 其實是什麼呢 你的呼吸其實是受到障礙的 很多時候睡眠窒息症 突然之間不夠氣 那個人好像呱呱聲一樣 很窄聲 其實這個身體是因為不夠氧氣 很明顯你的心肌的耗氧力 在增加是很容易出現 晚上突發的心肌的缺血問題 所以我也知道有些人 都是在晚上那裡突然之間 不舒服 心搞痛 那就過了身 我也都認識有些人 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出現的了 好了 那當然最後 就一個什麼情況之下容易出現呢 就是那個情緒 悲傷那個時刻 OK 悲傷的時候 沒有辦法化解到 很明顯令到膠感神經的分泌 出現了大量的激素 令到心臟加速 那個動物是收縮 還有減低那個心臟崩血的功能 導致心臟病氣喘或者休克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 我們都要小心自己的情緒 過度喜怒 或者過度悲哀 都是一種危險的信號 好 多謝袁先生跟我們 都解釋了 分享了 究竟有些信號是怎樣 或者在哪些時間 很容易發生到心臟病 心臟梗塞的情況之下 其實袁先生 你行醫了這麼多年 在臨床上面 其實我們一般來說 聽眾可以做一些什麼 預防的工作 或者如果真的不幸 真的出現了這些問題的時候 在自然醫療上面 也可以有什麼方法呢 可以第一時間 相信想過我們同類療法的課程 那些同學 他都知道的了 第一次呢 就是帶定一個急救藥 就是三金車 OK Arnica 30C又可以 泛蘭30C 200C 沒有所謂的 那通常呢 我都勸他大家 平時呢 就盡量在身邊 戴在那裡 如果你有手袋 或者公事包 或者背囊仔 基本那些工具 Econy 那個生金車 Arnica 盡量都是被帶在那裡 這些是當時的突發性 那就是要即時做事 那正如說 其實心臟病 很多時候呢 第一個徵召就是心臟病 病發 那希望呢 你們是有足夠的警惕性 或者比如家族性 有些問題的 或者自己覺得 平時自己呢 那個 那個 那個心氣力度呢 都是不是很強 或者如果你加上 因為剛才我們所說的 十三個 十二個症狀呢 那當然呢 會員是知道有的 先兆做些預防 那通常呢 都是啦 就是我們常常說 很強調 所有病的主要根源呢 都是毒素內序 營養不良 毒素內序 營養不良 那我們都會 有很多的 營養補充劑 是幫助你加強那個心肌的力度 有些是草劑 有些是草劑 也有些是營養素的 所以在我們的 就是 那麼 還有呢 很多時候呢 這些營養補充劑呢 令你心臟加強了之後呢 令到你平時的活動能力都好的 嗯 不是說你真的要有心臟病 你才可以可以用 沒錯 一般人都可以用 因為始終呢 心肌減做是一個 很常見的 致命的病來的 所以我自己呢 都是經常性會用 起碼令到我 平時運動方面呢 那個運動能力加強了 就不要真的到有少少 說心肌痛 那你才可以用 因為這個始終是一個 很常見的問題 是的 這個還有 好像袁醫生剛剛說 這個症狀是可以 可以即時致命的 不是說你 可以等到有先兆 那時候呢 可能已經是太遲了 所以永遠都是 是預防性治療 亦都是越早就越好 做那個預防的 所以 平時的運動啊 保持那個心境的開朗啊 剛才袁醫生提過的 身邊可能帶著一些 的同類療劑啊 還有我們每天平時 在一個 在一個營養補充劑 都加強了這些時候呢 那麼就 這些十二種的情況 或者是那十個 高危的的遲效呢 都可以避免了的了 都可以真真正地 我們享受我們的 健康快樂人生的了 今天謝謝袁先生 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